琴拍學生的頭表示鼓勵 高雄市長韓國瑜跟模範生 市長獎學生拍照合一 直挺挺肩膀這位小溜女學生 展現自信跟韓國瑜說了悄悄話 接著韓國瑜主動跟他用力擊掌 我希望能把那證書 弄成英本然後寄給他簽名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市長推動雙語教育的市政 你們是家長根源滿滿肯定的 對 非常肯定 所以他很開心 家長跟學生大戰韓國瑜 推動雙語教育 接下來同樣是為小溜女學生 主動跟韓國瑜要愛的抱抱 未來在學生更進步 然後希望被他注視一些 愛的抱抱希望獲得加碼祝福 韓國瑜來自不去 接下來搬到國中畢業生 這位女學生手裡拿了封信 塞給韓國瑜 希望他可以努力加油線 去拚總統大選 幫韓國瑜加油打技更上一層樓 但也有高職畢業生 穿著白梯上頭貼的四個字 溜之大吉 韓國瑜主動唸出來 笑一笑展現風度 還是希望他可以再專心在高雄市 我還跟他拍拍他來幫他唸 在場學生勇敢表達對實事看法 但十九號這一場頒獎典禮 有一位學生當場洗臉嗆瞎 事後卻被網友惡搞 其實國中生的小朋友 不應該接受這樣的待遇的 所以請所有支持韓國瑜的這些網友們 一定要愛與包容 我覺得不要攻擊這位學生 我覺得一個孩子能夠有一些 獨立思考的能力其實是不錯的 韓國瑜李嘉芬一口同聲呼籲外界 應該多鼓勵學生表達內心想法 只是模範聲 市長講拍照合影 遇到大選年歡樂祝福聲中 多了幾分 鄭志偉 記者陳國民 王書宏 SY小組 高雄老